欢迎收听《斗破苍穹》第八十一回 望着怀中那浑身被烧得极其狼狈的消炎,云枝翘脸微微一变,而与此同时那山洞内部,小子精一失望,也是怒吼着冲了出来。 不过当他目光扫到悬浮半空的云枝之后,掌爪急忙的在地面上搓了一小段距离,魔兽对危险特有的敏锐感告诉他,面前的这个女人可不是他可以招惹的。 就在小子精一失望准备撤退之时,云枝却是翘脸冰寒的一挥手中的长剑,一道巨大的青色锋刃,从剑尖之中爆射而出,闪电般的劈砍在了前者身体之上,顿时火花刺剑。 遭受到攻击,小子精一失望聚嘴里发出一声凄厉的嘀吼声,只见其背面上了,那层紫精防御竟然被云枝劈出了一道猙瘾的裂缝。 哇呀呀呀呀呀,敢伤我的儿子,今天我定不饶了你。 就在云枝出手后的瞬间,天空之上剧烈的紫色火焰暴吐而下,紫精一失望,那暴怒的咆哮声响彻着天际。 哼,冷哼了一声,云枝玉手在身前微微的旋转,剧烈的青色龙卷突兀的在身体表面浮现,猛烈的旋转间, 那铺天盖地的袭击而来的紫色火焰都甩了开去。 背后,轻斥微震,云枝单手抱着昏迷的消炎,身体在半空中急退,急退之间,手中奇异的长剑捂出诡异的弧度,瞬息间长剑骤然一颤。 清冷的鹤声自云枝小嘴里传出,风之急,云煞,听得云枝的焦鹤,天空上的紫精一失望,顿时发出了一声凝重的咆哮,身体猛然吓扑,眨眼间便已经出现在小紫精一失望的身前了。 巨大的头颅,微微的摇动着,紫滑光芒,弥漫天际。 然而,就在紫精一失望准备使用最强力,接下云枝这剑曾经把他的尖角摧毁的毁灭攻击之时,云枝却是双翅一颤,手中常见被莫名其妙的收入纳戒之中,身体一转便是带着消炎几个闪月,消失在了天际之边。 狡猾的人类,我紫精一失望,与你誓不罢休。 瞧得云枝忽然转身跑了,紫精一失望这才明白,哦,中计了。 身体表面的紫滑缓缓的收敛,怒声咆哮,在山谷中,经久不息。 没有理会传来的咆哮声,云枝抱着消炎,几乎是流星赶月一般,不断的对着魔兽山脉之外,急飞而去。 伴上之后呢,直接离开了山脉的深处,这才寻找到了一处隐蔽的地方,缓缓的降落下来。 落在一处隐蔽的密林里,云枝急忙把怀中的消炎放下,御守在其身上触了触,不由得惊倒。 好霸道的能量啊,这个家伙干了什么? 躺在冰凉的地面上,全身有些发黑的消炎,在毫无意识下不断的撕扯着衣衫,张开大嘴巴,竟然喷出了高度颇为的热气。 瞧着那痛苦将身体全做起来的消炎,云枝心中略过些许焦虑。 沉吟片刻后,咬了咬银牙,忽然闪身来到消炎的身后,御守平探而出,轻轻的贴着消炎那犹如火炉一般的背面。 红润的小嘴儿,缓缓地吐了口气,云枝美眸逐渐闭上,体内犹如大海一般的奔腾的斗气,忽然顺着手臂快速灌进了消炎的体内。 云枝的斗气啊,当然不可能是消炎体内那仅仅斗者的斗气可以比喻的。 在他的控制下,刚刚进入消炎身体之内的风鼠性斗气,便是飞快地占据了所有的经脉。 而本来属于消炎的淡黄色斗气,也是被强行驱赶进小腹的气旋里。 将消炎的本源斗气柔和地安排妥当,云枝,这才将心神放在了那些从消炎身体内部四面八方渗透而出的紫色能量上。 面对的这种不知名的霸道的能量,那强横的风鼠性斗气可再没有丝毫的客气。 经脉之中,一缕缕紫色能量不断地被风鼠性斗气驱赶着。 虽然紫色能量颇为的霸道,不过在风鼠性斗气这种几乎源源不断的大军之下,依然是毫无抵抗之力。 当下,只能被碾得犹如丧家之犬一般不断地逃窜着。 在逃窜之时,也不断地有紫色的能量融入血肉与骨骼之中,而每当紫色能量融入血肉之后,此处便会略微泛上一点淡紫色,犹如一个个标记一般。 随着四面八方的驱逐,片刻之后,硝烟体内除了融进血肉与骨骼之外的所有紫色能量,都完全被逼得没有容身之所。 只能互相抱成一团拳头大小的紫色能量,琐瑟发抖地望着周围包围而来的风鼠性斗气。 坏家伙们,结束了。 外界,紧闭双眸的云芝,忽然轻声地说道。 随着云芝的声落,那些紫色能量包围着的风鼠性斗气,忽然猛地对着后者扑涌而去。 自是感受到了危机,这一团紫色的能量忽然一阵剧烈地颤抖,能量表面紫色的火焰鸟鸟地升起,将一些冲过来的风鼠性能量烧成虚无。 果然有点诡异啊。 紫色能量的变化,并未让得云芝过多的惊讶。 轻叹了一声后,那涌进硝烟体内的风鼠性斗气,忽然凭空化作了一卷,青色的风暴。 风暴高速地旋转着。 片刻之后,将那团紫色火焰给卷了起来。 顿时,青色风暴变成了青紫两色交替的旋风。 风暴在高速旋转着,云芝控制着风暴的力量,不断地将紫色能量中蕴含着那股狂暴因子剔除而去。 而被剔除而去的狂暴因子,在被狂风甩出来之后,便会围拢在外边的风鼠性斗气大军,蜂拥而上,将之瞬间屠杀。 随着风暴旋转得越来越快,那青紫两色的紫色正在逐渐地变淡。 而当其弹道再没有危害程度之后,风暴骤然停滞,然后缓缓地消失了。 风暴消失后,一团颜色有些浅的紫色火焰,鸟鸟地出现在硝烟的身体之内。 这一次的紫色火焰啊,明显比先前的温顺了许多,而且狂暴的攻击性也是减弱了一些。 现在的这个东西啊,或许才真正能够供人类吸收炼化的纯净能量了。 望着那团紫色火焰,云芝轻松了一口气,玉聪指在硝烟背上一弹, 一股无形的狂风在硝烟体内吹过,顿时那团浅紫色的火焰被吹向了硝烟小腹处缓缓旋转的气旋里。 在云芝的关注下,浅紫色火焰迅速穿过了几道经脉,然后静直射进了气旋之内。 浅紫色火焰刚刚进入气旋,便是引来了巨大的动静。 不仅,旋转的速度在此刻骤然加快了许多,而且那本来只有两个巴掌大小的气旋正在急速的扩张着。 弹簧的气旋里,一团浅紫色火焰不断的顺着前者旋转而旋转,而且在转动之时,一缕缕浅紫色火焰被从中分化而出,最后化为最本源的力量融入进了气旋。 气旋不断的扩大,直到体积到了一个篮球那么大小时,方才逐渐停止了,而这还是有着云芝在一旁压制的原因。 如果没有云芝的压制,恐怕呀,这个气旋会再次膨胀。 虽然气旋的膨胀也代表着实力的晋升,不过经验丰富的云芝却是知道。 如果任由萧芝却平白提升太多的级别,以长远眼光来看,是必大于力的。 望着气旋停止了扩张,完成任务的云芝呢, 也开始回收其体内的斗气了。 而随着他斗气的回收,一缕缕比以前更为雄浑的火属性斗气,便是从萧炎的气旋里流淌而出, 最后在全身经脉里开始了有趣的流转。 体内导乱的能量被驱逐了,外界萧炎的身体逐渐恢复了正常的颜色,满是痛苦的脸庞已是缓缓的安宁下来, 曲卷的身体舒服的躺了开来。 御守托着萧炎的身体,将他轻轻地放在草地上。 云芝抹了把汗,坐在旁边喘了几口气,然后偏头盯着少年那沉睡中的面孔, 扮上之后悠悠一叹,摇了摇头,伸出手,取下萧炎的那戒, 从中将那枚紫灵石取了出来。 轻轻地摸索着温润的紫灵石,云芝低声泥喃道, 谢谢了。 站起身来,云芝背齿轻咬着红唇,目光在周围谨慎地扫过, 然后翘脸浮现了一抹烟红,御葱纸缓缓地解开肃群。 随着云芝玉芝的滑下,一具犹如美玉雕琢而成的完美郊区,春光大泄般地裸露在了这密林里。 他脱衣服干什么呀? 优雅地脱下衣服,云芝将那件流转着奇异光彩的淡紫色金属内甲轻轻地取下来, 然后略微带着有些羞涩赶忙地穿上衣服。 双手拖着金属内甲,云芝将之小心翼翼地折叠好,然后放在沉睡的硝烟的旁边,轻声自语道。 这海心之甲,可是由六阶海魔兽三尾蓝青肚内所产生的一种奇异金属所致, 它的防御力取决于其主人的力量。 虽然你的实力只是斗者,可斗师的普通攻击却是轻易伤不了你。 你几次帮我,这便是给你的报酬吧。 放好了内甲,云芝偏头沉吟了一会儿,又从纳戒里取出两卷东西,放在内甲上, 低声说道, 这是一卷玄阶高级的火属性功法,以及玄阶中级的斗技,希望以后能帮你一些。 把这些东西放妥了之后,云芝站在硝烟的身边, 美眸泛着些许莫名的意味,盯着那沉睡的清秀的少年的面孔, 俏脸上忽然露出一抹有些无奈的苦涩的笑容。 独身修炼这么多年了,可真没想到,就会对这么一个小孩, 哎,以后有缘再见吧,小家伙。 轻叹了一口气,云芝弯下身子,嘴唇轻轻的点在硝烟额头之上, 背后轻易微微一震,身子优雅的飞上了天空, 草地上淡香残留,然而家人已去了。 当硝烟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的时候,正是夕阳邪落的时分, 缓缓睁开眼泪,轻轻蠕动了一下手指, 想象中的剧痛并没有如期而来, 反而一股充实的力量之感在体内不断的流淌着, 舒畅的充盈感觉让着硝烟长长的吐了口气, 微微偏过头来, 那整齐叠放在身旁的淡蓝色金属内甲以及两卷卷轴陷入了眼内。 哎,望着这些东西, 硝烟先是愣了一愣, 玄机豁然坐起身来, 目光急忙地向四周扫过, 可是却没有发现那道曼妙优雅的身姿, 当下一股落寞的黯然缓缓地攀爬上少年的脸庞, 就,就这么走了吗? 苦笑了一声, 硝烟有些无力地靠着身旁的树干, 微眯着眼睛许久之后, 方才慵懒得伸手, 取过那件叠放得整整齐齐的金属内甲, 握在手里, 内甲却是奇异地泛着些许温热, 并没有意料中的那般冰凉, 手掌捏了捏内甲, 竟然柔软如丝绸, 极为的诡异。 抓着淡蓝色内甲, 硝烟将只放在鼻子下, 清秀了秀, 一股淡淡的体香, 萦绕在鼻尖, 他竟然把这贴身的东西, 都给我留下来了。 脸色泛着古怪, 硝烟喃喃了一声, 将金属内甲缓缓地摊开, 那曾经被紫荆益尸王遗留下来的爪印, 赫然出现在视线之内。 硝烟把内甲揣到怀里, 仰头望着稀疏的树顶, 嘴角的笑容略微有些苦涩。 他还是继续回去, 做他那受人敬仰的豆黄了。 我也得继续为我的斗士奋斗啊。 狠狠地甩甩头, 硝烟有些异性阑珊地将两卷卷轴收入大戒里, 低头瞟了一眼手指上的黑色戒指。 老师, 现在我们去哪儿? 戒指微微一颤, 要老缓缓地飘出来, 围绕着硝烟转了一圈, 忽然说道, 你看看自己现在的实力。 闻言, 硝烟一愣, 然后一眼闭上了眼睛, 心神在体内迅速地内视了一圈, 片刻后睁眼, 惊恶地说, 啊, 九星斗者? 怎么连跳了两星呢? 是, 哦, 是那半生子机缘的原因吧? 只有两星嘛, 还好那个女人不是很蠢啊, 若是她直接帮你突破了斗尸, 那乐子可就大了。 嗯, 什么意思? 紫晶圆能量的确雄混, 不过其所蕴含的力量太过霸道。 虽然那女人已经将之恋化过一次了, 不过, 若是有紫火提升你的实力, 你体内的气旋最终会被直接胀破的。 紫晶一狮王之所以能够提升整整一阶, 那是因为她的肉体很强横, 根本不用害怕被紫火反噬。 而你, 嘿嘿, 若是依靠着紫火晋升为斗尸, 恐怕立刻就会被紫火吞噬成一堆灰烬的。 啊? 抹了一把冷汗, 硝烟也终于知道了, 原来这好东西啊, 不能乱吃啊, 再好的补药, 一般人的身体也难以承受。 即使你现在在她的压制下提升了两行, 可这速度依然让我有些担心啊。 这个女人真会搞事啊, 这种跃跳似的修炼, 弊端可是极多的呀。 摇了摇头, 要老略微的沉吟, 这一个月内, 你需要再次蹲在魔兽山脉里, 而且每天必须猎杀五头以上的一阶魔兽, 只有战斗, 才能让你体内浮躁的斗气, 变得和以前一般的稳扎, 要不然, 等日后遇到一伙之时, 你根本没有资格去吞噬。 好吧, 五头就五头呗。 无奈地点了点头, 萧炼爬起身来, 背着玄仲齿将药老收进了纳戒里, 再次望了一眼周围, 然后缓缓地夺出了密林。 走出了林子, 天边火红的夕阳已经下落了大半, 站在原地, 盯着夕阳许久之后, 萧炼方才落寞地叹了一口气, 转身缓缓地消失在树木的遮掩之中, 在萧炼离开的时候并没有发现, 在他不可觉察的一处隐蔽的山峰上, 身着雪白素裙的女子俏丽齐上。 直到瞧得萧炼安全地从密林里出来之后, 方才轻轻地松了口气, 再次目送着少年背影逐渐地消失, 这才悠悠地叹了口气, 终于不再留恋, 背后的轻翼微微一震, 身形化作一抹轻盈, 迅速地对着魔兽山脉之外, 飞掠而出。 朋友们, 萧炼接下来的修炼又将如何的困苦呢? 预知后事如何, 敬请收听豆破苍穹第82回。 欢迎加入小三同学交流群, 1050-81369, 与三子一起聊豆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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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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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